27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打破以往由总理接见的惯例 亲自会见资产管理公司黑石集团 晶片大厂高通 物流巨头联邦快递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等商界和学术界代表 看似为中美关系入入一股暖流 有见于大陆经济低迷 外商纷纷撤出 习近平放低姿态 吸引外资回流的企图不言可遇 然而中美关系交恶是不争的事实 习近平直言中美关系回不去了 但互相尊重和平共处 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们的这些活动 都是为中美关系注入正能量 不过习近平才张开双手拥抱外资 大陆国安部隔天就发布一则 六分多钟的微电影 呼吁大陆企业小心境外间谍情报机关 以协助大陆企业海外上市为由 诱导式问话并进行监听 甚至拍摄核心产品 刺探商业机密和国家机密 大陆国安部宣称 影片是由真实案例改编 大陆国安部强调 境外间谍会利用所得数据 打压大陆优势产业 提醒自家人 别成了国安被渗透的帮凶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